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买点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赚钱的位置 同时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那么这个位置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订阅LINE的频道 LINE的频道是专注整个加密市场的 如果喜欢赶紧订阅吧 那目前的价格是在一个26,000美金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价格的话 它是找了一个圆弧的一个形状 也是找了一个双顶 有点像双顶的这种形态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 在它这个半三腰这个支撑点的话 是非常关键 也就是在这个24,000多美金的水平 那这一片的话 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买入区间 大家可以去观察到这片区域是吧 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 26,000到24,000这一带的一个区间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买入机会 但是一旦低过24,000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 向下跌的更多 甚至去跌到下方这个22,000这个水平 所以你承受的是10%左右的一个风险 那盛涨的话有五六倍的一个收益 所以说这种风险的话 对现货的投资者来说的话 还是可以去接受的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到 肥波纳契的一个情况 从这一波的一个回调的话 它即将是调涨到一个0.382附近 也就是跌破这个位置 意味着趋势 慢慢去倾向另一边是吧 而且跌破0.5这个水平的话 意味着 它在这个下方这个位置 也是非常接近24,000这个区间这里 也就是这个0.5这个水平 我这次位置的话 也是非常关键的支撑 从多个指标来看的话 这个24,000的话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支撑 一旦跌破的话 它有可能会重回这个0.618 也就是22,000这个水平 但是2万美金的话 难以认为的话是跌不到那个位置了 不要去想 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买入机会的话 应该就是在这片区域 24,000多到一个26,000这个区间 可以去买入了是吧 如果在这种位置的话 再不买入的话 那就是傻逼一个了是吧 所以说 在这种行情当中的话 能想多次提醒去买入 之前的话有很多次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买入区间 是吧 包括我在这个位置提醒 如果有看我的视频是吧 我画圈圈那个位置 交大进行买进去抄底是吧 在一个16,000附近是吧 然后在这片区域的话 又交大进行抄底 在2万美金附近是吧 可以看我的视频 在这个位置也是叫大家去抄底的 那么这个区间的话 抄底能不能去赚钱是吧 能因为的话这个区间画出来啊 必然抄底是有它的一个结论了 那现在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啊 在这个欧美以外的一个交易所的话 交易所钱包里面那个比特币是增长的 而在其他的一个 在美国还有欧美这边的话 它的交易所的一个余额是减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的话 大部分的一个 比如说在大陆这边呢 一些交易所 它是卖出手里面的一个比特币 所以说比特币 在交易所的余额就增长是吧 在欧美这边的交易所的话 交易所是减少了里面的一个比特币 说明有散户在买啊 有人在买这个比特币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认为的话 赚钱的话还是大部分 还是欧美这边的一个投资者 或者是海外的一些华人啊 或者是韩国啊 各个国家的人啊 他们赚钱还是赚的比较多啊 亏损的话 还是大部分都是一些 信息比较封闭一些散户啊 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出现这种情况的无疑啊 这个行情的话 正在转现了那些能够盈利的人啊 更加聪明的一个投资者 所以说你是不是那个逢低买入的人啊 在一个底部买入的人呢 你要问一下自己啊 每当比特币没有交易量的时候 处于最困难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买入呢 如果你啊 如果你啊能够去每次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买入的话 你大部分都是能够赚钱的 即便你不做合约 你也做现货也能够非常容易赚钱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整体的话就是亚洲这边的人亏损的比较多 欧美这边的话赚钱比较多 同时的话 欧美也是占助了主导的一个市场 是吧 因为的话 这边交易比特币的人的话 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我之前我看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美国这边的有4000万人去买一个比特币 还有啊 排在第二的话 不是中国啊 也不是其他地方啊 像越南的这种啊 都排名非常靠前啊 是吧 所以有很多人啊 愿意去买这个比特币的原因啊 就是啊 美国这边主导的市场啊 然后大家都纷纷的去涌入 以前的话 在2017年的话 可能啊 中国大陆这边的话比较多啊 那时候啊 人玩的比较多啊 比较疯狂 当然随着一个94的一个封杀 那么 在大陆这边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人啊 能够去玩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能够玩 因为的话 他们有没有实名去注册这个交易所 也可以去玩 是吧 当然一些老的用户的话 基本上是从数据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 还是欧美这边的话 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 从整体的一个机构来看就懂了是吧 排在第三大的一个地址 在一个月之内的话 买入了30亿美金的一个比特币啊 非常非常的疯狂啊 这种情况的话 在以往的话很少 很少遇到啊 几乎是没有的这种情况 但是它忽然 在这个位置能够啊 去疯狂的去 囤这个比特币啊 说明 它有这个营业的能力啊 是吧 有赚钱的能力啊 那么现在的话 也有很多大户的话 其实已经悄悄牙的去买入 分批去买入 当然之前的话 他们可能在下方的位置 啊 在这个 16000啊 17000附近 也买入了部分的比特币啊 这种大户的话 不是一天两天直接买完呢 是吧 买完的话 在一天两天的需求量太大了 价格就出现一个暴涨 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分批进买入了 一段时间买一个 一段时间买一点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情况啊 那最近的话 发现一条巨金啊 休眠八年了 卖出了2720枚的一个以太坊 换取了450万的一个DII啊 抵押进了一个DSR的一个池啊 现在的话 还有人去抛售这个以太坊啊 说明的话 有点恐怖啊 是吧 这种信号的话 暗示着价格的持续性啊 是吧 但是这种抛压的话 导致以太坊的话 也没有跌多少啊 反而进行一个延续性的一个震荡啊 说这种行情的话 来看啊 比特币的话 即将去接定啊 最近的一个底部啊 即便它低啊 可能不会去跌破2万4这个水平 所以说这一片区域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买点的机会啊 就在这个原因这里 那总结来说的话 合约有没有一个操作空间啊 那合约的话 我现在的话 在这种震荡行情的话 只能开这种啊 网格交易啊 其他的话 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你可以去操作其他币种啊 是可以去这样操作的 但是从比特币整体的一个信息来看的话 它可操作的空间啊 最近的话不太大 只要等到它出现一根巨大的一个阴线或者阳线的时候 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买入机会 或者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 那今天的话 价格的话 仍就是在2万6美金附近啊 是吧 这种价格的一个趋势 依旧是在这种震荡区间里面 如果你想操作 你可以去跟上冷眼视盘啊 冷眼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操作 把这个利润拿到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清算地图啊 清算地图里面可以看到重要的一个 支撑是在一个25700美金的水平 重量的压力啊 是在这个 26300美金 就相差有300美金左右的水平的话 就接近有 很多元的一个爆仓的一个情况 是吧 600点啊 上山600点 接近有12亿美金的一个左右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 整体的行情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 交易量的话不是很大 我等待更好的机会出现之后啊 再进行操作 那今天的行情分析的话 先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对冷眼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订阅冷眼的频道啊 冷眼每天坚持去更新啊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